來大家關心一下明年的景氣 因為現在大家都預言 明年可能會面臨和緩的衰退 尤其是這個恐怕會迎來一波的失業潮 但是這一波失業潮 不是最脆弱的老公 也就是藍領階級他們要面臨的 反而是白領階級 恐怕要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 這就來自於美國智庫的 米爾肯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 李威廉他的說法 而且他認為坐在辦公室的人 恐怕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越大 這就是因為自動化的程度大幅提升 有四大行業恐怕是要小心的 像是科技業 金融業 商業服務跟房地產 最容易被受到取代 因為根據就業網站他們就指出了 其實過去半年 根據這個白領族的職缺 是減少最多的 但是在這個藍領的方面 其實他們的職缺的需求反而是增加 所以大麥空的主角貝瑞他就說 他說白領就業的泡泡正在破滅 而這兩年來大家很流行的在家工作 遲早會被視為是破裂的罪魁禍首 直播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